图卢兹的强盗 从前在图卢兹的大森林里 住着一伙凶恶的强盗 他们把自己藏在大树和草丛的深处 每天他们对着森林中的小鹿祈祷 希望有人送上门来 来了来了 有个人骑着马过来了 一天有个同伙兴奋地叫了起来 停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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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身上的钱通通交出来 请不要伤害我 钱 钱就在我腰上的袋子里 交出来 快交出来 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你们拿走吧 可是 请不要伤害我 突然 一阵急促的警笛声 穿透了整个森林 强盗们还没反应过来 就乖乖举起了双手 从此 屠卢兹的大森林里 再也没有强盗出没了